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豆腐和芹菜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芹菜像这样一根一根掰下来 然后清洗干净 再从芹菜的顶部往下 把芹菜的金丝下来 这样处理过的芹菜吃起来比较嫩 而且不塞牙 再切斜刀切成小段 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豆腐,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自己喜欢的小块 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碗,打入两个鸡蛋 加一勺淀粉,搅拌均匀 再把鸡蛋液均匀的倒在豆腐上 让每块豆腐都裹上鸡蛋液 再准备一个大红椒 去籽 然后切成小块 大葱,切片 生姜,切片 大蒜,对半切开 装到碗中备用 最后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薄片 装到碗中备用 再来调一个料汁,两勺生抽,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两勺料酒,一勺环豆酱 再加一勺盐,一勺糖,四量的胡椒粉 最后加入清水,搅拌均匀,备用 热锅放入五花肉,不需要放油 煎至两面金黄,并且把五花肉的油脂煎出来 这样吃起来不腻 煎好之后,先盛出来备用 再利用五花肉的油,把豆腐煎一下 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夹出来备用 再把葱姜蒜片,倒入锅中爆香 炒香之后,把它倒入砂锅里 再把芹菜也加进来 煎好的五花肉也加进来 最后把豆腐也加进来 倒入料汁 再加点清水,没过豆腐 然后盖上,大火烧开转小火 再炖十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然后把红椒加进来,轻轻搅动一下 再煮两分钟 最后撒点葱花 香喷喷的芹菜豆腐煲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真的是非常好吃 还有浓浓的芹菜香味 豆腐非常的入味,下饭 这个五花肉也是香而不腻,非常的好吃 芹菜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嫩 这道菜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们用茄子和山药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山药去皮,然后切成薄片 装入碗中 放入锅中 大火蒸15分钟 蒸熟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菜 洋葱,先切片 再切成小碎丁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大葱,切成葱花 生姜切成姜末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半斤猪肉下 把它倒入热油里翻炒 炒至肉末完全变色 再把葱姜末也加进来 翻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加一勺黄豆酱 翻炒出酱香味 再把洋葱也加进来 翻炒均匀 再加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适量的胡椒粉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先盛出来备用 我们的山药也已经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用擀面杖压成山药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倒入肉馅里 再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充分搅拌均匀 放一盘备用 再把茄子去头去尾 再用擦板擦成薄片 直接放到盐水里 这样不会氧化变黑 放盐水里浸泡五分钟 我们再来调一个料汁 两勺白糖 两勺白醋 两勺番茄酱 最后加一勺淀粉 再加入200毫升清水 搅拌均匀备用 再把茄子片取出来 摆入一个大一点的碗里 尽量摆得平整一点 再把肉末也加进来 用铲子铺均匀 铺平整 然后把外面的茄子往里包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放入锅中 大火蒸五分钟 再把调好的料汁倒入炒锅里 小火慢慢煮 一边煮一边搅拌 防止糊锅底 煮至汤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的茄子也已经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再利用一个盘子 把它倒扣出来 哇,好香啊 再把料汁淋在茄子上 最后再撒点葱花 美味继承 茄子和山药这样做 口感非常的绵软 还有肉末的颗粒感 还有浓浓的洋葱香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花25块钱买了一斤大虾 我们用大虾和冬瓜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虾馅调出来 再把虾嚼和虾虚剪掉不要 再从虾的后背划一刀 这样容易入味 同时也好去皮 装入大碗中 加入姜丝 一勺料酒 適量的胡椒粉 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再准备一块冬瓜 去皮去籽 然后切成厚一点的片 切好之后装入砂锅中备用 再准备两头大蒜 切成蒜末 装入碗中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倒入腌好的大虾 翻炒 炒出水分 炒至大虾变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控油捞出 装入砂锅中备用 再把蒜末倒入虾油里 翻炒出香味 像这样微微变黄就可以了 然后加一勺盐 一勺蚝油 两勺生抽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它倒入大虾里 这个蒜蓉闻起来就已经很香了 然后盖上大火煮五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非常的鲜香 然后再加点葱花 美味鸡橙 大虾这样做非常的入味 还有浓浓的蒜香味 这个虾充分的吸收了冬瓜的汤汁 非常的鲜 肉质Q糖又嚼劲 越吃越香 我们再来看看冬瓜 冬瓜也是非常的鲜嫩入味 开胃又下饭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们用南瓜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南瓜去皮去籽 然后切成薄片 去皮的南瓜大概350克左右 然后装入大碗中 放入锅中 大火蒸10分钟 南瓜已经蒸的差不多了 再把它取出来 加入30克白糖 用叉子压成南瓜泥 像这样没有南瓜颗粒就可以 再趁热少量多次加入350克糯米粉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温度降下来之后 再加3克酵母粉 然后把它揉成面团 一边揉一边捏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发酵30分钟 像这样就发好了 面团变得稍微有点大 再把它揉一揉 直接搓成长条 然后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团 再取出一个面团 把它捏一捏 然后再搓成圆形 再滴上几滴食用油 防止面团干裂 而且这样做出来的饼 各个都是空心 再把它轻轻拍扁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面包糠 也可以换成芝麻 把面饼在面包糠里滚一圈 然后盖上二次发酵15分钟 像这样就发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拿起来轻飘飘的 锅中多放点油 烧至四层热 然后沿着锅边下入南瓜饼 开中小火慢慢炸 炸两分钟左右 给它们放个秒 炸至小饼微微鼓起 然后重复方面 炸至两面金黄 各个起大泡 像这样就可以了 外酥里糯的南瓜饼就做好了 外面非常的酥脆 里面是空心的 软糯香甜 我们掰开看一下 各个都是空心的 它是发面的 也比较容易好消化 酥脆又软糯 真的是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花30块钱买了一斤大虾 我们用它来做个好吃的 首先把虾馅挑出来 再把虾脚和虾虚剪掉不要 然后从虾的后背划上一刀 这样比较容易入味 同时也好去皮 全部做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再加入姜丝 两勺料酒 适量的白胡椒粉 充分搅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再准备一颗小白菜 把根部切去 然后放入清水里 多洗几遍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 然后像这样斜刀切片 切好之后装入砂锅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老豆腐 中间先切上一刀 再切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红椒去地去籽 先切条 再切成小碎丁 装入碗中备用 最后准备一头大蒜 切成蒜末 装入红椒的碗中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下入豆腐 开中大火 煎至一面金黄 一面金黄之后再给它翻一面 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盛出来控油 装入砂锅里 再用煎豆腐的油把大虾炒一下 炒至大虾完全变色 并且炒出虾油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它装入砂锅里 再把红椒丁和蒜末倒入虾油里翻炒 转小火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加一勺环豆酱 一勺蚝油 两勺生抽 然后关火 放拌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倒入大虾里 哇 哇 好香啊 这个蒜蓉香烹烹的 最后加一小碗清水 然后盖上 大火焖5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撒点葱花 美味鸡层 香烹烹的大虾白菜豆腐煲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大虾非常的入味 浓浓的酱香味和蒜香味 非常的好吃 豆腐和白菜也是吸煮了大虾的汤汁 味道鲜美香而不腻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西红柿和豆腐来做好吃的 首先在豆腐里倒入开水 浸泡10分钟去除豆腥味 再把西红柿划十字花刀 放入碗中 倒入开水炭一下 等一下好去皮 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菜 香菇先切片 再切成香菇丁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泡好的木耳 先切成小块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大葱 切成葱花 生姜切成姜末 大蒜切成蒜末 装入碗中备用 再把西红柿 再把西红柿取出来 去皮 然后把蒂切去 再切成小块 装入碗中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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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豆腐取出来 先切片 再改刀切成小块 装入大碗中备用 再装入碗中 再把鸡蛋液倒入碗中 搅散 再把鸡蛋液倒入豆腐里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块豆腐都裹上鸡蛋液 再来调一个料汁 一勺盐 一勺糖 两勺生抽 一勺料酒 一勺蚝油 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 放入豆腐 先不要翻动 晃动锅子 使底部受热均匀 煎至鸡蛋液凝固 再给它翻个秒 煎至两面金黄 然后先把豆腐盛出来备用 再把葱姜蒜抹 倒入锅里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加入西红柿 翻炒 炒至西红柿出汁 再把香菇和木耳也加进来 翻炒片刻 再把豆腐也加进来 翻炒均匀 然后把料汁也加进来 盖上小火煮三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香喷喷的 再加一碗水淀粉 煮至汤汁变粘稠 最后再撒点葱花 然后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香喷喷的西红柿炒豆腐就做好了 这里面加了香菇丁 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吃 豆腐这样做非常的入味下饭 加了木耳和香菇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